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继续学习GROW对话模型的第三步 开启思路 探索更多选择 你还记得提问框架六部法中的第四步吗? 策略制定 策略是为了达到目的所做的一系列的选择 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和方法 而探索更多选择就是为了实现目标 上级要引导下属尽可能多地想出可选择的方案 而不是直接给予建议 这个阶段选择方案的数量要比质量更重要 引导下属尽量不要遗漏潜在的方案 因为只有从广泛而富有创造性的各种可能中 才能挑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 当下属认为没有更多想法的时候 你要通过提问不断激发他思考 那在探索更多选择的时候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和之前的growth对话聚焦目标和现状分析一样 你也可以通过四步来进行提问 第一步叫直接询问 第二步启发引导 第三步确认方案 第四步方案评估 你可以在文字版上看到这一张图 那为了方便你理解呢 这节课我还是沿用上两节课Lisa的案例 在上节课的最后 我帮助Lisa达成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 从兴趣、擅长和对他人有价值的角度出发 先选择翻译加课程研发助理的工作 聚焦在高校管理者这个主题领域的研究 在工作中不断地提升能力 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基础 那为了达成Lisa这个目标 Lisa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开始探索更多选择四步法的第一步 叫直接询问 我问Lisa 为了实现目标 你能想到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我先利用公司的数据库网站 搜索高校管理者这个主题的文献资料 将收集好的相关资料给你们挑选 一旦确定选题 就开始翻译 然后再配合同事做好交案设计的助理工作 好 为了保留传统的经验做法 我接着问 Lisa 你认为过去哪些方法对目标达成是很有效的呢 按照你们给我的文献分类格式 我把收集的文献资料按照背景 主题 研究价值 小节要点 这四个要素分类 分别整理内容摘要 方便你们决策 而不是直接将收集来的原版英文资料 这样可以提高决策效率 但目前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 怎么在浩瀚的资料里找到最合适的主题文献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高校管理者这个主题的专业知识经验 不知道什么文章才是符合要求 在上级辅导下级的时候 会经常听到下属在方法实施上的一些困难 这个时候 好的上级就会展示避开下属的一个思维局限 直接启发下属的创造思维 把他说的不行尽量转化为可行 所以我是这样接着提问 Lisa 如果不考虑专业知识经验的不足 你怎么样可以找到合适的资料呢 我可以从相关文献的下载次数 判断这个文献是否属于高质量的文章 为了鼓励Lisa继续提出新想法 我追问 那还有什么其他和过去不同的做法吗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那直接行问之后 当下属一时想不到更多选择的时候 你就要进入到探索更多选择的第二步 叫启发引导了 那我问Lisa 那在类似情况下 其他人会怎么做 谁可以帮助你出主意呢 对 我还可以搜索类似主题的课程 看看行业里其他专家是怎么做的 我还可以请教我们的课程研发总监 请他给我一些建议 为了继续启发他 我接着问他 如果我们互换角色 你会建议我怎么做呢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建议关老师可以先专注一个内容主题 进入深入的课程研发 比如高效管理者 这个主题还是比较宽泛 不妨聚焦其中一两点 着重研发 我听了Lisa的建议以后感到很欣慰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决定对启发引导这个步骤 做一个收尾 在收尾环节呢 上级可以直接分享他自己的经验 启发并告诉下属他还不知道的方法 但务必要使用提问的方法给予建议 于是我对Lisa说 感谢你刚才的建议非常好 站在我的角度 我再给你一个补充建议 你想听听吗 好 那我直接分享到 Lisa 搜索具体文献以前 你可以先和课程研发总监对关键值先达成共识 比如搜索提问主题的一个内容 你可以试试好处 问题 决策 共创等关键识 对 谢谢老师提醒我这个方法 接下来 启发引导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探索更多选择的第三步 叫确认方案 我问Lisa 经过刚才的沟通 你现在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方案呢 我想一下 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法 第一 在高校管理者这个大主题里 先聚焦一个小主题 深入研究 比如提问 然后请教课程研发总监 与他对关键词达成共识 第二 找到相关文献后 关注数据库里相关文献的下载次数 判断文章质量 第三 去搜索和阅读行业里 现有提问主题的课程或书籍 看看其他专家 是怎么设计课程和编写书籍内容的 第四 按照公司文献分类格式 分别将搜索到的原版英文文献 整理文一个内容摘要 方便课程研发总监去决策 为了继续鼓励Lisa提出新想法 我追问她 Lisa 如果做到上面四点 你觉得可以达成目标了吗 好像还不够 我还需要知道目标客户 对相关主题的需求 然后根据大部分客户的共性需求 再去决定搜索关键词 下面 我们就来到了探索更多选择的第四步 方案评估 所谓方案评估 就是在众多的方案中选择最合适的方案 你需要对所有方案进行评估衡量 做出取舍 Lisa只有对方法进行评估量化效果 她才能知道哪个方案值得花更多的时间 哪个方案只需要简单的尝试 哪个方案可以暂时不做 我在策略评估那节课 分享给你过一个策略评估优先排序矩阵法 就是根据策略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两个维度 用济重的形式对各种策略进行衡量决策 所以你可以这样对Lisa进行提问 Lisa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衡量评估这些方案呢 我会把方案的实施效果和我自己能力 作为主要标准来衡量 你可以继续问 Lisa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 哪个方案最好呢 请用1到10分评估一下 1分为效果最差 10分为最好 我觉得要先知道目标客户对相关主题的需求 这个方法要优先去做 重要性为10分 聚焦一个小主题深入研究 过程中随时请教课程研发总监 听取他的意见 这个方法的效果 我给9分 搜索其他专家怎么设计同类产品 效果7分 那根据Lisa的回答 你还可以继续问 那为什么优先排序前两个分数这么高 最后一个才7分呢 因为脱离客户的需求 课程研发就会失去方向 我刚学习课程研发 如果不及时请教上级就会容易走弯路 降低效率 至于其他专家的做法 我可以借鉴 但如果全部照搬 就会失去自己独特产品的核心优势 好了 通过刚才的对话 你已经了解了怎么一步一步使用提问 来引导下属探索更多的选择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节课的内容 探索更多选择 就是为了实现目标 上级要引导下属 尽可能多地想出可选择的方案 而不是直接给建议 当下属认为没有更多想法的时候 你要通过提问 不断地激发他的思考 尽量不要遗漏其他潜在的方案 探索更多选择 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它们分别是直接行问 启发引导 确认方案 方案评估 Groo对话模型的最后一步 强化行动语言 我其实已经在提问框架六步法的 最后一步 落实行动里分享给过你了 你可以复习一下第九课的一些内容 强化一下记忆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上级启发下属场景的学习 已经结束 下节课 你将开始下级向上管理场景的学习 这次留给你的思考和实践提示 思考提示 当你和下属沟通任务的时候 下属往往习惯性地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比如 这不太可能 其他部门的人不会同意的 成本太高了 我们预算不够 现在团队成员的一个能力不够等等 在听到这些反对意见的时候 你该怎么提问才能够让这些人开始正面的思考呢 那我留给你的实践提示 请你选择一个主题 按照今天探索更多选择 四步法和你的同事或者家人聊一次 同样 只许提问 不许给出建议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请订阅